古语有云 女政卫户内 男政卫户外 可偏偏在这十里之城中 出了一件稀罕事 数十年前 本是一体的赤阳城和月灵城 因城主与夫人的和离分了家 自此 两城以黑河为界 各自为政 赤阳城以男子为尊 月灵城以女子为首 月灵城主更是立下了 男子不得忤逆女子的成规 我的故事 就要从这月灵城的一家月馆说起 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或者干脆去赤阳好不好 你在哪 我是不会走的 为什么 罗老板知道 我是为了城主才留在月馆 她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你 可我的眼里只有她 门店简陋 小丝太多恶劣 我堂堂月灵城首富居然沦落至此 罢了 这间铺子就是我重振家业的第一步 何况我还有那么大的犒势 一夜暴富不是梦 月灵城主白鹤 今日来此收铺 是我们为族人报仇的最好机会 定要将它一举击杀 不是的 这人是谁 来的为什么不是城主 客官 本店今日不营业 还是请回吧 你一个男人 还敢去捐旅客 懂不懂月灵城的规矩 桌子这么糟 还有这凳子 这模样有人做吗 给我看茶 凉的 热的烫嘴 管事的 你这店怎么回事 巧思不懂懒客 店铺简陋不堪 你这个店 是干 还是不干啊 客官 这里是安宁街 月灵城的三不管之地 想要吃好喝好 您不该来这儿 谁 你也做什么 你为谋钱财 逼凉为常 又是教理的命 你 你不能杀我 我是白鹤城主的人 这铺子是城主买下的 他三日后必然取铺子的 多谢告知 慢着 你一个掌柜的手上 为什么会有习武之人的老姐 客官方才也看到了 小生自幼习琴 你这琴弹的 确实是有点意思 听起来有股肃杀之感 颇有一些风雨欲来的感觉 有趣 拿着 再给我弹一拳 不能轻举妄动 以免坐视良机 干吧 哪儿来的不长眼的男人 面前站的是你新掌柜的都不知道 就让我好好教教你什么叫主仆之分 我开个玩笑嘛 你这个小郎君 我们也太主动了点 大哥 计划有变 何事换个 我听说城主出城了 来收咱们铺子的计划 可能得有变 给我准备最好的客房 今晚 我就住这儿了 谁啊 叶雨良 给客官天床被入 那 刘雨良 刚事城主的人 不要 不要 别惨啊 不要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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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不到啊 您居然是白鹤城主派过来的新管事 之前是小的眼镯了 您 您千万不要见怪啊 早就听闻月灵城首富 陆寒霜 陆老板 那可是霹雳手段 菩萨心肠 今日见果然 不同凡响 是是是 都是些虚名 虚名而已 我受城主之托打理此殿 以我从商多年的经验啊 一鸣江人红遍月灵 绝对不成问题 那这么说 以后跟这陆老板混 就有机会见到城主啊 那我们这后半辈子 吃穿不愁了呀 所以 我昨日可全都看了一遍 这个店能经营成今天这个样子 和你们这几个废物办事不利 是脱不了干系 所以我已经想好了 你们几个 全国滚大 别见啊 昨日之事 是我等怠慢了 还请陆老板高抬跪手 给我等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行 给你们个机会 脱了吧 脱衣服 脱衣服 脱 还是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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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有脾气的 这一格格 方便看看 哎呦 五辈熊腰的 尖这么窄 脚要这么细 我 这个这么看看 脱脱 你这太有辱斯文了 你干嘛呀 对啊 有本事冲我来 别 别碰我大哥 陆老板举止荒谬 究竟是开店 还是故意戏弄我的 我要开的呢 是一解千筹的月馆 所以啊 我招待 那也得是 才貌双全 身怀绝艺的月诗 月诗 江楼独平兰 春归梦里人 满江花月夜 盼青长流连 你觉得 他这个情意如何 和 银慈燕取罢了 你莫不是要我向他讨教 英雄 不问楚楚 这孟郎 可是妙音阁的头牌 平日不经意识人的 听他一曲 知道多少钱吗 十金珠 要是想让他从这里边走出来 跟你见一面 那又是十金珠 至于再往下一步 走了就不用回来了 以后都不用回来了 好啦 你说你这脾气啊 我开的是月馆 后边那些你不用学啊 夜里天凉 也不说多穿一些 要是冻坏了 该心疼了 还是梦朗天心 我手在这儿 再来让你指点一下 这位公子 是第一次来妙音阁吧 学艺啊 先学礼 我们风流的陆老板 就是喜欢有人 靠在他怀里 喂他喝 嗯 我更喜欢 自己主动 如此可叫 如此可叫啊 叫你和梦朗躺叫 这些旁的 你倒是无师自通啊 做得好 可有什么 想要些什么手 这块玉牌 不错 我喜欢 你眼光倒不错 这个令牌 可是白鹤城主亲赐的 像这种贴身之物 白鹤城主为何会给你 不该你问的别在这儿问 我和梦朗还有话要说 你出去反省一下吧 不错 禁城主 罪人都已拿下 那就把他人都杀了 阿克人 一个都不 遵命 阿克人 周姐 我不是新开了乐馆吗 你把你那些相熟的济师 明日全都给我叫来 至于价钱嘛 等我好商量的 嗯 好说啊 好说 来 多喝点 陆老板 不就挠了一下嘛 挠你 你试试 我看陆老板 占了一天 可是在等什么贵客 怎么这点还不来啊 难不成 对我的价钱不满意 对呀 你居住了 想死的话 就别再踏入安宁街 滚 滚 我看陆老板 也累了 不如我替你在这儿说着吧 算了算了 上赶这也不是买卖 你说姓陆的 没办法跟我们走了吧 不枉我被挠了一脸呢 客官里面请 本店有上好的吃食跟茶水 看你要什么 来壶茶吧 好嘞 你还在那儿闲着干嘛呀 招待谁啊 招待谁啊 招待儿 上茶去 我这带着伤呢 你去 给你懒得 你不去大哥去啊 那 不能让大哥去啊 大哥要不我去吧 我去吧大哥 大哥 靠这三个呆子懒可 又管何时才能开场 还得另想办法 小龙姐好生面生 我们可是在那儿见过 我们可是在哪儿见过 唉呦 别害羞 让姐姐跳 你 你敢打我 我让你吃不了 倒着走 你给我等着你 大哥 掌柜的要是因为 昨日的事把你赶走 那咱的计划可就全完了 你就委屈一下 哄哄她 女人嘛 她就爱听那假话 陆老板 您今日看起来 真美 我今日 看起来特别美 我哪日看起来 不没啊 我天天都特别美好吧 我觉得呀 送礼准没错 哪个女人能受得了男人 送的贴心小礼物呢 陆老板 这是送你的礼物 上好的金创药 可帮你在命悬一线 起此回事 不屁 哪有一大早 送人家这个东西的 都不激烈啊 陆老板吃软不吃硬 浴室撒个娇 服个软 最是怪用了 昨日掌握客人之事 是我的错 你们男人认个错 就这么难吗 得有点诚意吧 诚意 我刚才还不够诚意 谁能想到啊 这看着文质彬彬的 居然还是个暴脾气 不错 转一下我看看 转呢 还挺淘气的嘛 这两件花花给我看看 这两件衣服有什么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一叫深邃的天空蓝 另外一叫广袤的湖水蓝 那能一样吗 来 试试 弄着干嘛呀 好 全管 这位公子明眸好齿 嫉妒不凡 穿什么都好看 这是你能看的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谁稀罕 听说了吗 安宁街来了个启山公子 长得倾国倾城 却是个炮仗脾气 竟然把来店里照叉的客人 给揍了 做得好 这安宁街恶人横行 早该有人管管了 对 那这么说起来 你浪着干嘛 这就是你呀 是啊 所以啊 现在全城百姓 都对这位烈男子 十分好奇 到处打听了他落脚之处呢 是吗 这下一个很事 你就别听了 我看看 他们口中那烈男子啊 是你 是你干的 怎样 看来本小姐这个钱 花的是真值 你看看这个效果 不出三十 你这世界 能传遍月灵的大街小巷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啊 到时候这些人 不就都得来我月肯看你了 所以 你根本没打算为昨日之事 让我离开 看看你这话说的 我自然是舍不得你了 但是嘛 经商之道 那就讲究一个 出奇制胜 唉 不过我听说他呀 三岁脏妇七岁脏母 被迫卖以为生 真是好可爱 这就是你所谓的 出奇制胜 嗯 夸张 他也是包装手段之一呢 反正现在目已成舟了 你乖乖听话 本小姐保你 成为这月灵成道 头拍即时 好啊 那便试试 请坐 之前是我不懂事 你费心为我 挑选衣服的心意 我不该辜负 老板 公子啊 有何吩咐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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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给我包起来 好嘞 不是等一下 哪个哪个就包起来了 你不会反悔吧 之前说的话 都是骗人的 这话说的 既装靴子而已 怎么会呢 都买 这个 这个 这两个我也要 等一下 你这两个有区别吗 这个 是放了三天的猪肝色 这个 是放了四天的番茄色 哪里一样啊 不争 完了 好 哎呀 这个吊卦是我店里的孤体 分镇店质宝是一套的 无必大惊小怪 买了 好 之前 这也亏太多钱了吧 欠良妓前妆的钱也到期了 再这么下去 哎 日子可怎么过啊 要不然 我给他卖了 陆怀双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遇到点问题你就变卖家产 这跟卖废品的有什么区别啊 太没有志气了 真是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情 谁派你来的 不是 我是来要债的 陆怀双欠我们家老板钱 哎呀 什么区啊 陆老板 有贼人 有贼 你 你就是陆怀双是不是 啊 我是良妓 哎 良妆小贼 偷偷一偷到我们家里来是吧 谁小贼啊 你欠我们家老板的 下 你还在这儿小便 你就牵动 谁牵走了 我就是过来有债啊 你走了 你走了 我走了 此人言语蹊跷 不如我们 立即报了官吧 对对对 报官 报官 你 你觉得这点小事还需要报官吗 身为男的 竟敢对女子行刷 不能轻饶 这话是这样一个道理 但是我不是那么经济量的人 总有决定这次去做 我就大人不见小人过 什么大人不见小人过啊 什么大人不见小人过啊 我就想 身子不太小 那个 张猫 把这人赶紧拖出去 让出去 让出去 菜齐了 去 那我们开饭吧 姓璐呢 我们这么卖力干活 你就给我们吃草 吃草怎么了 那牛羊 吃的都是草吧 起出来牛奶 羊奶价值多高呀 再说了 咱们月馆 可是要开张了 凡事呢 得精打细算 你们不是商人 你们不懂的 你可是月灵城首富啊 你再精打细算 不能一点荤腥都没有吧 还牛羊吃草积奶 你吃吧 我吃这个可干不了 你 我还没说你呢 你这个身材 你干脆你就不要吃 你们吃饱 告辞 吃 吃 好吃吗 好吃 那你多吃点 吃衰 陆怀双 你这是想开溜呀你 还钱 梁老板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咱俩这是巧的呀 我说去找你的 你看看这个 足金足两的大金 大金镯子呀 还欠你的那点钱足够了 这也只是还了本金 你欠我银子那么久 这利滚利 最起码有一千两的利息了 不是 不是 一千两 梁老板 你这生意做的可不厚道了 咱们借钱的时候 可没说利息的事 是吧 当初你是月灵城首富 如今你是被官府抄家的丧家卷 跟调狗我有什么厚道可言呢 抄家 难道若槐双骗了我吗 我是被抄了家 但我幸运呢 我现在呢 承蒙承主的赏识 让我帮他呀打理店铺 我现在是让钱全投着店里了 那我看在城主的份上 给你免了利息 但是你要是想拿回借条呀 你就在这儿跪下 打自己两个巴掌 给老娘解解闷 行 但是山巴掌这么精彩的事啊 你可得睁大眼睛 好好看清楚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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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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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我陆怀双做得了天下生意 雷毒不出外我自己 你先让这两巴掌 姓梁的给我记清楚了 是吧 你来 哎呦 这是干吗 还不跟你给我打死呢 别人 叫死李达 你死亚都变呢 你还敢打我呢 我让你打 别人 我让你打 别人 你 你气死我了 我突然去打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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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去打 哎呦 哎呦 谁呀 啊 谁呀 谁 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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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老板 醒醒啊 是你笑了吗 你还真是要钱不要命 滚开 白鹤城主 知道你打着他的旗号 忽加虎为吗 你说得对 我就是要钱不要命 只要我可以东山再起 投靠城主 也不过就是谈的一笔生意而已 倒是你 你如果再敢像今日这般多管闲事 我用事你就给我滚出越管 给两位老板介绍一下 秦韵 我好助手 虽然是个男孩 一点儿不比女人差 陆怀霜 现命令 将所有店铺财产 七数上转出宫 即可执行 这便是不识实务的下场 你们今后跟着我 定能前途无量 这不是陆怀霜吗 先前多么威风 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怎么现在成了过街老鼠啊 这世间人向来驱递过海 这世间人向来驱递过海 我们又怀生最不开心的 便是任性 此外也不愿意 到底在逞强什么 陆怀双 你究竟是怎样的女人 陆老板 晚膳好了 给你放门口了 放门口干吗呀 你进来 你帮我上个药呗 我够不到 不想被人说得管闲事 你还挺记仇的你 你坐 我那日 我只是 我不想知道 那个 不必解释 世人皆有秘密 我无意亏事 更不会把你的事情说出去 那天是我的话说中了 你帮我保守秘密 你这个人情我是记下来了 别生气了啊 只愿陆老板 别再惹出事顿 连累月管 我兄弟几人 还指望在此地安身立命 你这个人嘛 其实也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冰冷 陆老板还不是一样 看着娇生惯养 遇事倒有几分气节 那 你就帮我上个药呗 可疼了 这边 还有哪儿 那个 这 这边 这边要可疼了 你这边要可疼了 生午无大碍 养两日变靠 饭菜记得趁热吃 好 你这是个天网 你也要可疼了 对 我必须要跟我 交换 弄弄什么呢 陆怀双说了 月馆不是将要开业 做好白鹤将要出现的准备 是 是 快点 你别拽 别拽我 我受不了了 船成这样让我们去发船单 还懒客 我连媳妇都没娶呢 这想来怎么见人呢 懂什么 小不忍则乱大摩 仇不想报了 报仇是得报仇 那也不能脸都不要了吧 来 来 垮个脸干吗 笑一个 可以 出去玩客吧 看你捡的 你说你委屈什么 你看大哥 你比他惨吗 作孽呀 怎么不谈啊 继续继续 你故意的 我故意的 又怎么了 白鹤成主 那是什么天姿国色 什么能歌善舞的人没见过呀 你再看看你 你基本的一态你都没练好呢 你还能指望这城主高看你一眼 练吧你可 看什么看 练 琴 我 所谓仪态万千 也不是很难 倒是陆老板 你的一态 我是你老板 你是我的技士 别碰我 还不让碰了是吧 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你 今天这个琴 你得给我多加练一个时辰 练不完 别想吃饭 练呢 葷 啊 大哥 一定要这样做吗 大哥 这踢骨之痛 的确非常容易能忍 要不你再想一想 只有踢掉井后的软骨 才能去除瓦克人身上的异象 隐藏身份 动手吧 大哥忍耐一下 莫非他已经发现了手钝 大夫 我们家掌柜的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那就好 那就辛苦您了 不必客气 告辞 告辞 大哥 陆老板病了 没有 他就是我身上有个什么疤 非让我找个大夫给他瞧一瞧 女人嘛就是瞧瞧 你们两个 看看我今天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喝啊 掌柜的 您这是掉香油里了吧 你不失货 你别闻 你闻闻 我新换的胭脂 不仅颜色特别好看 而且香气逼人 谁让抹上一点在身上 你总可远别人都能闻到你身上的香味了 你快闻闻你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我对香料总不感兴趣 这胭脂水分更是一较不同 还是香油味 你 你在我房间干什么 别藏了 你那点秘密 本小姐可都知道 什么表情啊 你是准备自己说呢 还是说 得本小姐再给你提个醒啊 行 你 就是那个逃跑的私奴 被我给发现了吧 今儿 我就给你扑扑法 月灵城规定 凡是卖身为奴者 身上会被烙上丝印 不得自由 还不幸是吧 拿好了 自己好好翻翻看看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是那么明显一把你还不承认 怪不得呢 你那么讨厌别人触碰你 就是怕别人知道 你曾经为奴的秘密 别碰我了 陆老板恕罪 我虽是奴挤 但早已属身 只是不愿受他人指点 才不惜自毁掩盖烙印 隐瞒之事 任凭处置 只求不要赶我走 我就是喜欢你这求我的样子 为奴之人想要放下过去 重新开始 有何不可忙 我不认为你有罪 你真这么想 那日你替我保守秘密 算我欠你个人情 今天这个 便当作是还了吧 蓝生幽谷 无人自封 你看看 能看见吗 这朵兰花是不是跟你绝配 所以 你今日用的香料 是用来给我遮盖疤痕的 明日便说 是月馆开张的大日子 我必须要让你堂堂正正地 做这月灵城里的头牌济师 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呢 不会有人敢在背后议论你的 启山 多谢陆老板 无双月馆 今日开张大吉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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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日开张 感谢各位客观前来捧场 你们请吧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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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里边请 请 礼拜请 礼拜请 恭喜啊 恭喜啊 来 里边请 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啊 恭喜啊 hadi 恭喜 resulted 我是掌柜的 咱们这牌匾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怎么是无双不应该是怀双吗 我就说平日是你最笨吧 咱们店的招牌是什么 公子事无双呀 懂了 懂了 那还愣着干吗 干活去啊 对对 赶紧的 走 客官 您稍等 欢迎各位莉莉小馆 本馆呢 现在是特工歌舞 还希望各位可以 诚信而来 尽兴而归 有请喜山公子 有请喜山公子 拜拜 谢谢啊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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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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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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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感觉啊 这 这不是客人 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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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展哥 谢展哥 各位客官 小林还有三位到一夜时间 都晚先再来吧 那你怎么了 大哥 还真是陆怀装说对了 您算是红遍了月宁城了 这些都是来求见您的客人 真是拦都拦不住啊 陆怀装人吗 这 不知道搞什么 对 启山公子的画像来了 排队 排队 排队啊 不许谈 不许谈 去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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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排队啊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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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到本店 购买酒水 听起儿的客官 能获得 启山公子的画像 还有琴谱 但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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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 拿好啊 好吃啊 为了 这 这是 大哥 对啊 我一上午就陪着他 在院里五文弄墨的 我这抓刀的手 都抓不住刀了 大哥 您这样是不是太招摇了 容易暴露身份呢 你笨哪 要是不招摇 怎么引来白鹤 只是白鹤回程这段时间 大哥要委屈你了 二爷 二爷 把我上来的画箱一起拿出来 来了 来来来 到我还有没有 上他这来领啊 请给他啊 后面的不要紧啊 别急 别急 都有 都有 来 我有 我有 这是你的 来 拿好啊 这是你的 这 这 这 快这 好的 好的 不要 话说 这启山公子 长得倾国倾城 山城父亲 谈得更是一绝 可他身世凄惨 现一切沦落风尘 多亏了无双乐馆的陆大善人 出手相救 清囊相赠 不成就了 月灵城的一代头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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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吴大哥 确实挺不容易的 姐 姐 你真生气啊 我好听吗 这画本可是我亲自写的 陆老板这种毫无新意的故事 恐怕连三岁小孩都不会心疼 没意思 诸位客官请留步 小生乃启山公子 吻落风尘 在此众仇熟身 还望诸位可怜可怜我 有钱地捧个钱场 没钱地捧个人场 今日善举 他日定当众谢 我又想问你 来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给 这是我的 给 给 原来这位就是传说中 大名鼎鼎的启山公子啊 久仰 久仰啊 看这位客官的穿着 想必 你们是我的乐迷吧 既然如此 可否支持一下小生的事业 那是自然啊 不过 唱一曲儿不过分吧 贤 是啊 唱一曲儿不过分吧 那有何能 唱一曲儿不过分吧 唱一曲儿不过分吧 太好了 快去啊 快去看 快去看 是啊 来找吧 怎么不唱啊 怎么会去啊 银子 还钱 银子 银子 银子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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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要赫银子 哪 哪 哪 ibal 白鹤迟迟未归 請保佑几山 早日得报大仇 继位今日 金族在天之灵 叶子山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我一时高兴失了礼数 我给你赔罪了 给你赔罪了 你别生气了 看 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这可是锦玉方的款呢 你看 虽然是个旧款 不过李掌柜给了五十金柱 五十金柱啊 你明天 就穿着他灯台 肯定全城的男子 第二天得疯抢啊 那太太那些款 不都被抢购一括吗 这又是你新的经商奇道 诸人为恶 我这也是诸人为恶嘛 但李掌柜说了 美脉一斤 给我三成的利润 不过我想了 咱们月馆有今天这么红火 那也有你的功劳啊 所以呢 我分你一程 怎么样 我要睡了 陆老板 请你出去 别别别 两成 两成 这总行了吧 这是我底线了 你还有底线啊 那是 我 约启莎 你 五十啊 五十金柱呢 你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那我是商人 我唯利有什么不对啊 别忘了 你是在为谁打理店铺 如今人还没来 你却只想着钱 那城主出城为归 我都不着急 你急了什么呀 不急正好 你的事与我不关 以后也别带什么 你我非同路之 出去 你 真是烦了你 不识好歹 出去 出去就出去 来 诶 诚贵的 没事儿 我们都整理完了 诶 大哥 告诉你们大哥 三号雅间来了位贵客 点名呢 要他服侍 现在立刻就给我去 你们告诉陆老板 我只弹琴 不陪客 那就再告诉你们大哥 这个乐馆里呀 不养闲人 我现在人手不够 他是个乐师 也得给我干活 若我执意不去呢 你也说了 我这个人呢 唯利是图 一个不能给我挣钱的人 我留你干嘛呀 掌柜的 大哥他就这句脾气 你 你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大哥 他就是一女人 你跟他交什么近呢 掌柜的 我跟你说呀 闭闭 我看你 你 你不应该 你怎么会 喜山公子这么大的派头 见我是个男人 就不招待了 早就听说你们月灵城的人 看不起男人 老子大老远 从赤阳跑过来做生意 来了还没两天就处处受气 现在 居然连你一个弹琴唱曲的小白脸 也敢白捕我 还真是狗眼看人定 脾气倒是不小 我叫你也别自寻死路 怎么 难不成 你还能挠我一脸不成 我就明着告诉你 老子心情不熟 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 别启伤 老子今天被杀了你 别启伤 这在干吗 别启伤 别启伤 你们别打了 怎么还拿上去了呢 别跑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还跑 别打了 站住 臭小子 有种你别爬啊你 你 你 你怎么还打起来了呀 你也是 难过你还不会跑吗 这阅龄的男人真是没用 被个女人训得团团转 只要是在我们赤阳 早就滚回娘胎肚子里 没脸见人了 那要是按照你们赤阳的规矩 你被我这么一个女子给破了 是不是还要挥刀子宫 以死明智啊 信不信 我叫我赤阳的兄弟们 砸了你这破地 你给我砸一个试试 赤阳男子为尊 叶灵女子为首 两丞相来不合 你今日赶在我这个殿里 势强凌弱 信不信 你没办法平平安安地 走出这个城 你 你想 你想做什么 长门儿 阿爷 掌柜呢 我什么吩咐 把这位赤阳来的贵客带下去 让他好好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 英雄气概 好嘞 好嘞 你们要干什么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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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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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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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还不是 我来给你出头吗 放 放开 老子可是这样成笑道道的人物 老子 老子弄死你们 臭流氓 不解解 你说谁呢 你 何人造刺 站住 走 来 把那边擦一下 好嘞 把那边擦一下 好好擦啊 你要用得顺手啊 我那儿还有呢 好嘞 张伯儿 你这抹布哪儿来的 掌柜的给的呀 虽然丑了点 但是还挺有用 上好的布料 陆老板这么糟蹋 不觉得可惜 你这儿说的是哪里的话啊 再好的布料 要是惹了咱们 启山公子不高兴啊 那就是连块臭麻布都不如 我觉得呀 捡了才好 这可值锦玉芳 收益的三成啊 搞不好 还能引来源源不断的客流 这是哪个 财迷心窍的人说的话啊 呸呸呸 一派胡言 真是一派胡言 这是什么 为了不让陆老板 做亏本的买卖 这是我昨夜抄路的琴谱 拿去揽客吧 陆老板为了大哥得罪客人 咱大哥不会感动得以身相许了吧 爱情这杯酒 谁喝都得罪呀 请问 陆怀双在吗 那家伙什么来头啊 直奔掌柜的就来了 管他呢 反正不是什么好牛 陆老板要和故人叙旧 我就先不打扰了 不用 咱们两个一向都是这么的不分彼此 秦老板 能理解吧 快快 去招待一下 我不去 你刚才没见大哥那眼神 那谁去也谁死 你再不去 那你呢 我不去 去去去 这位客官吃点什么 这位呀 可是咱们月灵新的首富 给他上最贵的 能消费得起 是吧 得嘞 您稍等 乖 去帮我这一次 以后我都不强迫你为店铺懒客了 去去去 这一位 这一位 便是启山公子吧 百文不如一剑 果然是 风姿绰约呀 难怪 能到怀双 和这么多人的喜欢呀 你敷不敷情 我家启山 那怎么可能单单是长得好看呢 最重要呀 性格特别纯良 不像有些人 两面三刀 尽力妄议 怀双 你又再气我了 我和启山 日日相伴 那快活的是不得了啊 我气你干什么 陆老板 你不觉得 秦公子的穿衣打扮 跟我的很是相似吗 不知秦公子 是不是一直也是这个喜好啊 启山公子有所不知啊 小生三岁丧父 七岁丧母 从小便一身素衣世人 不过之后便也习惯了 怀双 以前总爱笑话我 说我这身寡淡的样子 一点都不像从商之人 你慢的 我们 方便单独谈谈吗 没什么好谈的 没什么好谈的 坏双 我问的呀 是启山公子 那种人 你去见他干什么吗 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哪种人 你不是一直苦心孤意 将我塑造成他的替代品吗 我 要说我大哥还是我大哥 看这个花仙大老婆这会儿 还怎么解释 我敢肯定 陆老板一定是被秦公子给甩过 要不然 怎么能那么念念不忘呢 人生在世必有一甩 不是你甩我就是我甩你 你吧 你哪儿都挺好的 就是你这个脾气 他吧 性格的确是比较招人怜惜 但是我是出于商业的考虑 你能理解吧 我这就去 理解 理解 我 你说一个前任跟一个现任 有什么好聊的 不会是他想和陆老板破镜重圆 信我大哥害事吧 戏本里不都那么写的吗 秦公子扔了一打钱 在我大哥面前说 离开我的女儿 不对 离开我的女 女人 什么跟什么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启善公子 我以你的财情样貌 待在此处那就是明珠蒙尘了 要不 随我一同离去 喵 原来 你是想挖陆老板的墙角啊 嗨 你我同是怀双的商品 待在她的身边 那永远只能认她白负 所以是你背叛了 哎 这商人呀 就该防患于魏燃 这可是怀双教我的 你我同是男子 应该知道这月灵城的生活 有多么的不容易 难道 我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有错吗 跟着我干 我可以将明珠的一家店铺 交由你来管理 你以后就是掌柜 有我为你加持 你的店 一鸣惊人 红遍月灵 不成问题 齐山公子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啊 陆老板对你 可真是倾囊相受啊 什么意思 无妨 让我考虑考虑 你和我一样 都是怀双的商品 待在她的身边 只能任由她摆布 伤人 就该防患一位人 这可是怀双教我的 这可是怀双教我的 秦月 这些年 你还真是青出一郎儿胜于了 这些年 多亏了秦月的辅佐 她虽然是个男儿生 但做的半点不比女孩差 要是没有她呀 这些年我肯定累坏了 陆老板精明强干 有秦公子相扶 可谓是如虎天意啊 不知我之前与你商议之事 考虑得如何呢 林大人 虽然说吧 这商人是逐利 但是用假酒倚次 冲好这种事呢 我还是做不了 此等一本万利的事 陆老板就不再考虑考虑 我意已决 林大人 也不必再劝我 那就莫要怪林某心狠了 来人 秦公子大义灭亲 捡取陆怀双 货物造假 那就即刻彻查吧 为什么 陆老板 你做不了的 自然有人能做 给你做什么事 不能喝就少喝点 早点回去休息吧 站住 不是 你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你不是跟他聊得挺开心的吗 你还知道我回来呢 你这会儿知道大声嚷嚷了 你刚才不也听得挺开心的吗 你不知道 你有了新靠山 就不把我这掌柜都放眼里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们都不过是我 培养出来的商品而已 我能培养出来第一个 我就能培养出来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陆怀双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不是秦月 你发疯也要找好对象 我看得清楚着呢 月启山 月启山 真的啊 我喝多了 你还敢跟我大声嚷 你把不把我当掌柜的 随你吧 我回屋了 月启山 别急事 你别我开除啊 你别我开除啊 随便 走 都走 你别我回事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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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叫你都不理人啊 陸老闆 作为商品 就得有商品的自觉 我怎么敢多管闲事呢 哎呀 你这又在那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们都不过是我培养出来的商品而已 我能培养出来第一个 我就能培养出来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章梦 你这一大早就这么轻快 值得表扬 陆老板客气了 您别一个不高兴啊 回头给我开除了就行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开什么除 我开除 李启翔 你给我开除了 你给我开除了 你大哥呢 你问我大哥干嘛呀 您莫不是忘了 昨晚上说的话了吧 我是 我是昨天晚上喝多了 我实在不记得我说啥了 需要我帮陆老板 回忆一下吗 不行 不行 我好像还有个事没吧 那个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啊 你 你 你 干嘛呀 秦苑 你是啥巴狗舔鼻子 你臭不要脸你 我今儿这一脚 你给我记住了 你欠我的 陆怀双 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 不是你为所欲为的地方 你 给我出去 你的店铺 我告诉你 今儿郭奶奶我偏在你这地方 为所欲为 你帮我怎么着 我叫你见利妄义 我叫你叛復权贵 我 你 我叫你背后 背后怎么把我枪掌 你 当初要不是你 像喀巴狗似的 在我脚底下求我 老娘我至于瞎脸 说过你这么个人渣 来人哪 来人哪 我站住 站住 我好说话 你都撕了 撕 撕啊 你个鬼 把我抢脚啊 你 把我抢脚啊 你 陆怀双 你撒的什么疯啊 我之前抢了你的店铺 将你扫地出门 你之前没有行事问罪 今天为何像发了疯一样 陆怀双 你撒的什么疯啊 我之前抢了你的店铺 将你扫地出门 你之前没有行事问罪 今天为何像发了疯一样 啊 难道是我昨日和启山公子 说了几句贴己的话呀 我告诉你 月启山那是我的人 你要是再敢把歪心思 动到他头上 困难的我再打你一顿 唉 怀双啊 我知道你这心里 始终是放不下我 你要何必去找一个赝品 来弃我呢 你如果要是想要回到我的身边 那也不是不可以 启 启 启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副不以为是的模样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若非如此 我又何必将事情做绝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把你脏手给我拿开 你看看 你看看你这个彪悍的样子 哪个男人会心甘情愿地留在你的身边 我跟月启山同是男子 她的心思我自是了解 今天就算没有我挖墙角 她迟早也会有一天厌弃你的 你算了什么东西 你还敢跟月启山比 我告诉你 启山她跟你这主人 那不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又何必一大早来找我算账呢 月灵城不可对女子不敬 你们两位替我送陆老板出去 如若日后陆老板还想找地方消遣 我这怀月楼的大门 我们随时敞开 放开 无耻 这 这陆怀双平日里 牙间嘴利的 怎么被个不要脸的东西 给拿捏了呢 本就是她咎悠自取 可是她刚刚处处维护你 我们不能看她 你忘了我们是来做什么的 是 大哥说过 除了杀白鹤其他事情都不要管 但是我们只知道 她去了赤阳城 连她去干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杀她呀 大哥 哥 事都办妥了 什么事 这什么呀 既然白鹤不肯回来 那我们就闹出点动静 逼她回来 我了 我们吃这个 这个 是 看一眼 好 白眼狼 黑金山 落驾 蒸哥 薄薄行okol 现人权 巧人见 上见不练 idé下见 你看看 しました 什么脾气啊 这么脾气啊 站住 走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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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陆老板 这是要摆鸿门宴哪 你们回来了 饿不 你看我准备了一桌子好吃的 好 二爷 你肯定饿了 长马 来来来 都是你们爱吃的 陆怀双 你这是又要深夜买醉 这一杯 是赔醉酒 我是真心地 我今天为我那天说的话 和你们都道歉 自从月馆开张以来 我把你们 都当成是并肩作战的好伙伴 我没有拿你们当商品的意思 我先干为敬 这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的 这么 大哥都没说话 你有那么饿吗 这一杯 我知道人各有志 我不应该拿掌柜的身份来压你们 更何况 秦月和现在的我比起来 的确更有钱 更有势 开出的条件也比我丰厚 你知道就好 若是你们真的 想要跟秦月走的话 我可以真心祝福你们 定人 不会怪你们见浅眼看 见历忘义 财迷心窍 我 杜怀霜 你给我出来 你们外面太急迫了些吧 陆怀霜 怎么 你招我的 你看你干的好事 我知道你狠心 但我没想到 你这么的狠心 算是我瞎了眼 看错了人 我看你这 不光破相了 你脑子也坏了 你 我懒得和你多废口舌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从此 你我恨月两清 再也不见 那算好了 走吧 启禅公子 这女人是靠不住的 她今日能这么对我 她日后也能这么对你 你考虑清楚 要不要跟我走 这便是我的答案 滚 这 原来 原来是你们 哪 你 你 放开我 是谁 这是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罪人情愿 三岁克服 七岁克服 见利妄异 背弃救主 你可知罪 大人 大人冤枉 就这 才不想死 还敢到此 你要想活命 就把你所有的罪状都写下来 写不写 不 不写 不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滚 你 你 秦公子 别忘了你认下的罪状 滚出月月 否则我保证 即便你们不走 那些跟你有过来往的大人 也会送你走 你 你 你们 还不快滚 快滚 滚出去 滚 你们给我等这 滚 看来这月灵城的首富之位 可就一主了呀 这都是你们为我做的 要不是大哥点头 我们才懒得管这闲事 你呀 别人欺负了也闭口不提 以后出去不许说是我们掌柜 丢人 丢人 送去给您承住 是 大哥 他快输了 就等着他的月钱给你换新型吧 要是也是你输 你们真是 比力气呢 带我一个 谁要是赢了我 我给谁掌月钱 当真 那是当然了 来 来 来 要是能从我手底下站起来 就算谁赢 来啊 来吧 三 二 开始 放弃了 掌柜的 怎么力气那么大呀 我告诉你 来来来 怎么样 你再试一下 你再试试 你跟我也玩一把呗 来 要是我输了的话 给你换把新型 这 陆老板请租 这我不起来了 我 他为什么还让我请不来啊 我输了 不必了 好 不过愿赌服输 你给我去个地方 给我走吧 你说陆怀霜 像不像一只开瓶的孔雀啊 这像什么我不知道 但这月钱是保住了 两位贵客 今日可来巧了 咱保全方 今日刚辗转收入一把七钱古琴 看小相公气度不凡 与这琴倒是格外般配 无论任何人来此店 你都是这番说辞吧 我们家相公吧 扁皮薄 不净宽 但是你这个话呢 本夫人觉得 中听 特别的中听 来来 接着说 零零七弦乐 静听松风寒 这是我教老板 对此琴的评语 见了公子 我觉得公子 比琴更适合这句话 没有啊 好丑啊 此物 我替相公看重很久了 你看看 肯定会喜欢的 这把琴的定价 名不符实啊 哪个傻子才会买 可不是吗 此言差矣 此琴呢 虽不是什么大有来头的宝贝 却极为雅致啊 你看看 以梧桐为琴木 以玉石为灰 更别说这上面的 梅花断纹 乃是琴中罕见 看了 这个女人 都什么不想的 好 特别囡团 我猜不满 没劲 都这么打 我猜不想你 小二 来 这琴我要了 相公 除了你 没人配得上这把琴 别 不是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听不见吗 这个琴我要了 这琴我家主人喜欢 无论你出嫁多少 我们都再加五十斤重 五十 再看看吧 好 敢跟本小姐抢东西 给我等着 在下陆怀霜 乃是吴霜月馆老板 如今呢我们小店也算是 明满月灵吧 里面这个老板 咱们打个商量 你这琴让给我吧 我这价钱上嘛 多比你出个二十斤柱 只不过我今天出门匆忙啊 没带过银两 但我改日肯定给你补上 怎么样 我家主人问 陆老板如此重视这琴 可有什么缘由 这个嘛 实不相瞒 这琴啊 实在是我家相公 忠义已久 我这要是不买给他 他回去啊 得哭闹个不停呢 里面这老板也是个女子 肯定懂啊是不是 都懂的 你又胡说什么 这人怎么回事啊 光耀灵不说话 不会是个哑巴吧 公子若衷情此琴 我家主人 可借你弹奏一举 你话说清楚点好不好 什么叫借啊 这琴是我先买的 我买的 多谢 这位就是最近出尽了风头的启山公子 不仅潜艺一流 还洁身自好 听说就是因为他 让整个花园楼 都被挤得关了门呢 原来如此 今日买不到琴 能听到这一曲也值了 这么小落一手 就给月馆造了声势 月气善 那可真是我的仙那种 刚才启山的琴迹 大家都是听到的 里边这位老板 你真不考虑就把这琴 让给我们算了 价钱都好商量的 不必了 启山无意夺人所爱 能弹一曲 足矣 难得你这么喜欢一件东西 结果害你空欢喜一场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 本小姐答应给你的琴 这把虽然不行 后面一定给你补偿 我说 刚才你在里面弹的那首曲子 明明应该很欢快的 为什么听起来 觉得有点忧伤呢 想不到 陆老板平日里除了数钱 倒是有认真听我弹曲 那是自然啊 其实我刚才不过是看到那把琴 想起了往事吧 我幼时习琴 原本只想做一名琴师 可以教孩子们弹琴 可如今看来 无法如愿 让你帮我花钱 你要是那么喜欢小孩子的话 我们可以是 生意做大 教小孩弹琴 你真想赚小孩的钱 我 那你这是怎么 你这是 对我把你留在乐馆不满意喽 如今在乐馆给人弹琴 虽然不是初心 但相对我而言 已是最安稳的生活 这是 对我把你留在乐馆不满意喽 如今在乐馆给人弹琴 虽然不是初心 但相对我而言 已是最安稳的生活 只可惜 我有更重要的事非做不可 傻小子 只要你愿意 本小姐不仅顾你安稳 还能给你个家 公子请留步 启山公子 我家主人愿和你交个朋友 这把琴送你 五十锦珠啊 送我们了 是送给启山公子 这么重的礼 启山受之有亏 主人的话我已带到 还请公子收下 你说里面的人什么个来头 身边的人这训练有素的 跟狗一样 躺的事一句话也问不出来 承家之事另说 还是得快点把人搞到手 走 走 炳城主 秦已送到 吴双月馆的启山公子 可真有意思 这二爷打探个消息 怎么这么久啊 再不回来给露馅了呀 行了 别躲了 出来 掌柜他 早啊 你这一大清早 见着我在这儿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的 有什么事瞒着我是吧 没有 什么事能瞒得了您呢 我问你啊 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掌柜的对招闷我那没得说呀 就这就好了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问你点什么事 就包括你大哥的事 你这得对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吧 必须的呀 说吧 掌柜的 我正要跟您说呢 这一大早啊 外面一堆妙龄女子 正纠缠我大哥呢 行了 他真喜欢 一大早我人都没见着 出去给我招封隐碟了 是不是啊 我 可不是嘛 您怎么还不去啊 你们大哥是那么好驯服的人 他好虎架不住群狼哪 我问你啊 那个你觉得啊 我 我当你嫂子怎么样 好啊 你听我说啊 我觉得你跟我大哥 那就是金童玉女天造地设的一顿 这将来要是我大哥跟了你 我跟二爷以后吃穿不愁了呀 掌门 还得是你会疼人 你疼你们大哥 嫂子必须给你掌工钱 得嘞 谢谢掌柜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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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 你怎么才回来啊 害得我把大哥都给卖了 怎么样 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没事 别提了 你都不知道 我绕了一整夜 好不容易才绕开城主府那帮人 这么说白鹤回城了 太好了 我告诉大哥去 我已经知道了 大哥 大哥 我们是怕上次秦岳那事 不足以引百合出城 所以就想着去打探打探消息 那也不该瞒着我 你跟掌柜的平日里边形影不离 想说也没机会 二爷 您可被城主府的人发现了 可有受伤 做好复杀的准备 平日里如常行动 别让陆怀双看出端影 你也太帅了吧刚刚 我可真想不到 你还会捂扇子呢 还捂得那么好看 新学的 借你经营月馆辛苦 想学些技艺替你分担 原来你还会关心我呢 那我们不是心有名孝吗 这个是我准备给你的礼物 就当弥补那把琴的遗憾了 你这个是什么表情啊 你不喜欢啊 哦 没有 若陆老板觉得擅自舞不错 不如在乐馆里 天上这个节目如何 你这只表演给我一个人扛不好摸 我逗你们孩儿的 这么好一发财的机会 我怎么可能错过呢 你愿意就行 好 我这是秘密 你得等我走了之后再看 走了之后再看啊 嗯 我说什么来着 他就在觊觎我们的大嫂之位 陆怀双与我们真心相待 若不是要杀了白鹤报仇 一直待在这乐馆 其实也是不错的 莫有分心 他对我们擅自舞的事 没有怀疑 待白鹤出现 一切便顺理成招 大哥 明早你陪我去买菜吧 二爷有事去不了了 不去 有事 那 掌柜的 我也有事 你自己去呗 不是 你们这怎么 一个两个都有事啊 呃呃呃呃呃 去 向向天歌 嗯 不吃了 回屋睡觉 好 她 突然吟失事 何一啊 她想收个肉 明日记得买鹅 哦 好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把东西都收起来 大哥 大哥放心吧 今天啊 只有我们仨 陆海生呢 这一大早就出去了 穿得跟个勾人魂的女妖精似的 谁知道打什么歪主意 你不是要出门买菜吗 我不去 你跟二爷都不陪我 我也不愿意去 我还得为沙白鹤养精蓄锐呢 二爷 你陪他去 去去去去 走走走 不是 去去去去 我不愿意去 我快走了 明日晨时 听风停一讯 别走 大哥 不好了 白鹤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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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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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鹤城主驾到 也不上前接驾 露怀霜就是这么管事的吗 小生月起山 见过城主 陆老板有事外出 多有怠慢 小哥哥 我才刚帮你得了 那么贵的一把琴 你就把我忘了 是你 放肆 见了白鹤城主还不行礼 等等 本城主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长得好看 可以不用行礼 起山还要谢过城主 赐秦之恩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送你一把钱 陆怀霜难道没跟你说过 这间铺子 是我的 你是我的 月灵城里的一切 都是我的 我七个東西 有什么时候 我 是我的 危险 他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便躍身成为安宁街 最红火的店铺 启山公子也鸣满月灵 只是不知道 这厉害的是老板 还是你这位头牌技师啊 既然城主 已经听过启山弹琴 不如 再看一些其他表演吧 好啊 演好了 重重有赏 演不好的话 我可是会杀人的 我可不可以转过 我可不可以转过 啊 王爷 起身 你们是吧 城主恕罪 小生学艺不经 一时守华 还请城主 不要迁怒于他人 本城主刚才说了 要是演不好 我可是要杀人的 城主 您把这个店铺 交由我来打理 亲人也是在我的店里 闹出此等意外 责任应该是由我来担当 你拿什么担哪 昨夜有刺客暗叹城主府 右臂中了属下一件 城主 小生的扇子 方才划伤了同伴 不如让他先行 处理伤口 我最怕血了 你快去看看吧 等等 看ucky 其他人 已、roll、职、职、坑和今半 чтобベuchen、女、我们 Custom、 Cek、パニ kijken IP、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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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三、五、三、二、三 对 你 撑住 伤口太深了 属下无法辨别 一个手滑便能伤人至此 好玩 我还想看 陆老板刚才不是说可以担责任吗 不如你跟他一起表演如何 我这重金买的扇子怎么坏成这样啊 城主您不知道 这个扇子吧 你看着他好像平平无奇的 但这边缘不一样 可锋利着呢 你看 陆老板 你明知此扇危险 却在给城主表演的时候有 居心何在呀 怪我 怪我了 我是昨天想给启山防身用的嘛 但我太高兴了 我一时没跟他说清楚 这山子哪儿特别的 这才闹了今天这个事 怪我了 陆老板对手下还真好 哎呀 城主 我 我对他是什么心思 那日在宝宣峰 你还能不知道吗 昨日是怀双眼珠 没能认出城主 如果有什么不妥之处 还请城主见谅 陆怀双 你这月馆 在城里闹出不小动静 听说 你把秦月都赶出月灵城了 我这不是性不辱城主所托吗 那个 这 这是咱们月馆进来的收银 账簿还有玉牌 乌龟园主 乌龟园主 做得不错 这糕点赏你了 谢谢城主 谢谢城主 我和城主还有正事没说完呢 你赶紧下去吧 启山想给城主赔罪 你倒是有胆识啊 真不怕我把你杀了 能让城主消气 要杀要剐 无妨 唉 那多可惜啊 这么白皙的一双手 若是不弹琴舞剑 不如 剁下来 给我做一副新手套 如何 煮 煮茶吧 城主你有所不知 启山特别擅长茶道 你快去 去给城主七个茶去 去去去 我最讨厌苦的东西 我看城主爱吃葡萄 店里有小声酿的葡萄酒 我去拿来给城主尝尝吧 好啊 你 二夜无碍 城主想喝葡萄酒 你去倒一壶来 是 是 你躲什么 给我闻闻 那个 程如 您这是何意呀 我看他 长得跟瓦克人有几番相似 只是 缺少了那份天生天养的意义 意乡 城主这不是说笑了吗 那瓦克人相伤都多久了 启山怎么可能会和他们有关系呢 不会有 让城主失望了 我与小哥哥有缘 你就算是没有那份意乡 我也喜欢你 不如到我府上教我弹琴啊 那个 城主 城主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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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事的 你们俩都是默契得很呢 算了 今日玩得开心 就不跟你们计较 好 下次你们再陪我玩吧 情况危机 当时只能处死下策 我知道大哥是为了救我 都怪我 隐瞒了受伤的事情 错失了自杀的机会 也不是毫无收获 是族人身上的香气 莫非还有族人活着 线下比刺杀白鹤更重要的 是打探族人的消息 把他们救出来 他今日向我提过 想让我去城主府 刚好可以顺水推舟 好 二爷怎么样了 陆老板放心 二爷的伤无碍 那你这个 你就没什么 想和我说的吗 你怎么做到的 嗯 陆老板好手段啊 你 你今日之事 怎么解释 我白日里已经说过了 学艺不经 一时守华 若陆老板不放心 可以将我等辞去 不是 你 你没看到我背面的字吗 看见了 那你还能跟我说这种话啊 岳起山 你什么人哪 你为什么要刻意隐瞒武功 你又为什么 你 你要去跟白鹤城主那么亲近 我所做种种 皆是为了白鹤 为什么 因为白鹤城主 正是我爱慕之人 因为白鹤城主 正是我爱慕之人 你们大哥和白鹤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大哥的私事 不能说 不是 他还真能爱慕白鹤不成 什么 不说是吧 我给你俩扒光了 吊门口懒客 你信不信 不是 别去啊 掌柜的 陆老板可曾想过 以大哥的样貌才行 为何要执着留于此地呢 那还不是因为我 的能力 什么呀 是城主当年出外游历 我大哥那对他是一见钟情 我们贝锦驴香来这岳灵城 也是为了让大哥能见城主一面 不如是会在这儿受气 掌柜的 掌柜的 不就是承让他们牵线大条 都越老了 掌柜的 你先把手 别和初五方走 不要在一个树上吊死了 就是啊 一见钟情这种事 那只有小孩才相信啊 你们大哥 还是女人见得太少了 等着 我必须得让他见识见识 什么 才是真正的女人 看见了吧 这俩人灭缘哪 赶紧的 赶紧的 忘记大哥的吩咐了吗 穿衣服 对对对对 小哥哥真是越看欲有意思啊 才见了几面 就敢约我出来交友 城主本非常人 行事自然不需拘礼 况且 我还有东西要还给你们 怎么在你这儿 还给我 小哥哥拿着我的东西不还 是桥上了东西 还是桥上了东西的主人 那城主又是为何 如此珍视此物 可是此物有什么来历 这香水来之不易 材料更是金贵 一般的东西 本城主才瞧不上 越难得到的东西 才越有意思 若是冒出个不长眼的 跟本城主抢 那就更有趣了 城主你这也太偏心了 交友这么好的事 都不带我一个 今日是我约城主 单独出行的 但是两个人放纸愿 有点没意思吧 不如 我们玩点刺激的 早就听闻 城主见术了得 怀双今日算是斗胆了 可否请城主 鄙视一番 好啊 陆老板 还真是总给人惊喜啊 城主 我这 城主 城主 你真是何意啊 想让本城主尽兴 这点程度哪够啊 陆老板准备的把心太小了 我看 你倒是挺合适的 陆老板准备的把心太小了 我看 你倒是挺合适的 我 一场比赛嘛 一场比赛而已 城主 你何必这样 坏的规矩 失了风度啊 这整座月灵城都是我的 我的喜怒 就是这城中的规矩 这一点 在当初查封你店铺的时候 不是教过你了吗 是你 是你 城主 那个不实抬举的陆怀霜 臣已经替您处理掉了 唉 这个陆怀霜啊 错就错在 太清醒男人了 小哥哥 刚才我放纸鸳 手都酸了 不如 你帮我设这一截 怎么样 不如 我与城主一起 好啊 是岂山无能 害城主输了比赛 是我输了吗 四城主辞交 是我输了 现在 你终于懂了 白鹤城主高高在上 查封我店铺的事情 我身在 不过岳启山这个人吗 我告诉你 我要定了 我跟我看 üzer 不过岳启山的事 还不过岳启山 我等下 我去搞岳启山 我去搞岳启山 干吗 废物 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你 可我的眼里只有他 大哥 快走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们去查探情况 怎么引来如此多官兵 我们刚到城珠府附近 就看到他们在追一名逃出来的族人 我们想去救他 但他已身受重伤 为了掩护我们 他 这是他留下的地图 我们一定还有族人在城珠府 大哥 咱们得救他们了 你来得正好 你看看我心得的宝贝 好看吗 这东西啊 在那奴才脸上可惜了 我便把它取了出来 众人之姿不过能解城珠一乐 也算物超所值 我就知道你跟我志趣相讨 这几日 也让本城主多了好些乐子 说说 想要什么赏 之前城主说 要带我入府的事 可还作数 怎么说到这上面去了 原本还想最后再告诉你的 我对你另有安排 张贵他 您这嘴怎么了 上火了 我这不是 还让你们那么个无情无义的大哥 想不上火都难 要我说呀 这伤情是小 饿死是大 您说您这都闭门谢客几日了 咱这乐馆还开始不开了 要您管 得 不管 您是掌柜的 您说了算 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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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个事啊 你说咱们这乐馆 我要是不开了 你以后打算去干吗呀 没什么可打算的 肯定是我大哥去哪儿 我去哪儿啊 我跟二爷那都是发过毒誓的 这辈子跟定我大哥了 你们为什么会让他当大哥呀 其实啊 我跟二爷都是孤儿 要是没有大哥的家人收留 我们俩早就饿死了 那 那他家里人呢 都死了 其实我大哥呀 也是个可怜之人 这么多年来一直护着我跟二爷 掌柜的 他要是有什么惹您生气的地方 您还得多担待着点 你可记得上次提过的瓦克人 問你故事的 роз Bug clothes 你 söyleye 微塌 你为什么不带啊 スープ 实际当儿 Monica 不想过 他群为一 wan 本城主便要他们同你一样 成为我月灵城的摇潜树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哎呀 你就走吧 很快就到了 抬脚 到底要去哪儿 好嘞 你带我来这儿到底要干嘛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着 马上 到底是什么 马上马上马上 好看吧 我听专门说你喜欢吃甜的 这个 这是我做的糖 你尝一尝 好吃吗 当下 想吃糖吗 想 打糖喽 吃糖了 吃糖了 天啊 猪食 尝一下 甜呢 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你和我在一起 我保证你每天都要这么甜的糖可以吃 好不好 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你和我在一起 我保证你每天都要这么甜的糖可以吃 好吗 不好 为什么 你一点都不喜欢我们 天色不早了 月馆还要营业 我们该走了 我们走吧 带上张曼和二爷 那日的情形你都已经看到了 白河城他阴晴不定的 你如果跟着他走的话 你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 你要去哪儿 天地这么大 我们哪儿都可以去啊 我有些盘缠 我存了一些钱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或者干脆去吃羊好不好 那男子为尊的 你在哪儿 我是不会走的 为什么 陆老板知道 我是为了城主才留在运环 何必抢人所担 你撒谎 喜欢一个人是骗不了人的 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样子 我见过 你不喜欢吗 陆老板这么聪明 又何必在乎真相 那我的心意呢 你也一点都不在乎吗 多谢陆老板错爱 我独来独往挂了 配不上你这份心意 你听我一句劝 你既已决定要走 日后就该多为自己打算 起山祝你 一路珍重 虔诚四季 好 好 反正乔女的花也不甜了 更何况你这个起山公子 这么的威武不屈 我也祝你 我祝你 和我 后悔我情 好 行行行 里边请 大哥 咱们就这么看着掌柜的走啊 他留下来这会更危险 听说这幕后老板 还是城主白鹤 前几日已经来过了 我说这月馆开业没多久 生意这么火爆 原来是有高人指点啊 我看这陆怀霜啊 也是沾了城主的光 我看也是 你们口中的白鹤 身为城主 干得全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为了逼我帮他办事 威逼里又查封我店铺 就这种人也配合我比吗 谁啊 我们都不认识你 没必要跟客人动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二爷 怕什么呀 反正本小姐马上就要走了 陆老板好大的口气啊 怎么样 听清了吗 听清楚了就把本小姐的话 回去一五一十 告诉给你们家主子 想收买我呀 陆老板误会了 城主有令 从即日起 无双月馆 交由启山公子搭理 这些都是赏给启山公子的 启山 定不会让城主失望 难怪呢 你就是早有打算了 陆老板既然置不在此 在下也不便多留 请吧 本小姐改主意了 我要留下 我要留下 快点儿批 批不完不许吃饭哦 披完柴 把衣服都洗了 不许偷懒 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 干不了杂役的活你就走啊 不是你说的吗 月馆不养闲人 就是 不 不就是批柴吗 这会儿有什么呢呀 难不倒我 根本就难不倒我 你快点儿批吧 还没我嘴要得快 来 丢杯 丢杯 她怎么还在这儿 这整柜的脸皮啊 比我的老姐都厚 请慢用 洗衣服做饭到马桶 脏活累活她全都干 就连隔壁店铺的驴 她都帮忙喂 哎呀 一句怨言没有不说吧 还越看越起劲 您的茶 请慢用 我跟二爷是真的 赶不走她了 你说她图什么呀 情爱这种东西呀 真让人琢磨不透啊 白鹤城主到 她怎么来了 站起来 拜见城主 拜见城主 几日不见 你这乐馆倒是顺眼了不少啊 还愣着干嘛 还不去后厨把碗都洗了 我倒要看看 你们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好 城主今日前来 可是对店铺不放心 过两日 我在府上宴请宾客 你来给我谈取朱姓吧 是 城主 陆怀双来了 你们先出去吧 来 赏你的 你这是 想杀人灭口 敢在百姓面前诋毁本城主 你难道不该杀吗 我所说的话 难道不是句句出自城主之口吗 何来嫡婚你了 伶牙俐齿 确实该杀 那正好 我这儿 也有笔账要和你算 外面 外面那么多人 你觉得你杀得了我吗 那我们就玉石具焚呗 陆怀双呀陆怀双 你还真是可怜 枉费我苦心点拨你 你竟然认为 我是为了个男的 在跟你争风吃醋吗 难道你觉得 你两次跌落 都是因为我吗 你给我记住了 在这月灵城里 男人 不可信 陆怀双 放了城主 走 月起山 你敢为他求情 若在月馆杀人 日后谁还敢来 废话 现在在这儿表忠心 刚才干嘛去了 多亏了月起山出手相救 反正他现在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人就交给你了 要杀要寡 随你便 滚 我不走 留下来和百合玉石俱焚 自不量力 你要是觉得我自不量力的话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 我不是个傻子 你 你让二爷他们那么对我 不就是为了把我给赶走吗 你告诉我行不行 你这么讨好亲近百合 到底是为什么呀 与你无关 奉劝你一句 别再继续玩火 当心自焚 玩火的人 明明就是你 不管你到底在仇华些什么 你那都是白费心思 白鹤根本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做什么 他也不会那么轻信你的 你多心了 救你不过是念在相识一场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就请离开 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 月起山 月起山 跑 掌柜的 掌柜的 别冲动 你冷静点 先把斧子给我 你们一个一个的 都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是吧 我自己找白鹤去问个明白行吗 让开 别别别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 要是再敢拦我 老娘跟你们不客气 让开 我让你让开 你听见没有 闹够了没有 你拦得住我这次 你拦不住我下一次 只要我活着 有一天我就必须会去找白鹤问亲 不清楚真相是怎么回事 你想知道真相是什么是吗 跟我来 来 你 你是瓦克 我是瓦克人 所做的一切 皆为了刺杀百合 皆为了刺杀百合 快说 是我不对 先前骗了你 我的疤是为了掩盖瓦克人身上 天生的异乡所留 他二人只是族人收养的孤儿 并非瓦克人 岳起山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在骗我 这事不能怪大哥 要不是因为你代替白鹤接管的店铺 可能我们早就报仇了 那你的意思我的错呗 掌柜的 瞒着你也是怕你受牵连 对 赶你走也是为了保护你 况且 我们还有族人在白鹤手上 错了就是错了 无需再做解释 你既已知晓真相 就该明白 跟我们在一起 无异于刀口填邪 你最好尽快离开月灵 我会想办法解决白鹤 救出族人 待一切恢复如初 你还是风头无两的陆老板 我与你 也再不相见 我觉得这样更好 还不送客 吴老板 时候不早了 请吧 你有族人要救 我还有账要喝白喝算呢 我们连手 这样最好 陆怀双 你怎么就不明白 大哥的用心良苦呢 白鹤没有那么容易 轻信男人 以我 以我为耳 这是最稳妥的 不管你信不信 这是你救出族人 最好的办法了 灵漫不理 真想不到啊 我竟然拐了个刺客来当头牌 真是慧眼识珠啊 是我对不住你 如果 如果 如果我能帮你报仇的话 你会不会愿意放下一切 和我在一起 你既说过 商人不做赔本的买卖 又何必淌这趟浑水 若是为了你的话 我觉得值得 好 你呀 总是让我这么为难 你就这样抱着我 抱着我就好 你 有没有别的危险的事情 没告诉过我 有 什么事啊 最危险的事 就是喜欢上你了 最危险的事 就是喜欢上你了 你 二爷 你醒了 车上有大哥给你留的盘缠 等天黑之后 我就送你出城 我 你这个骗子 我要去找他 你拦我 掌柜的 别让我难做 大哥的决定都是为了你好 好 想用这些就把我打扶了 你这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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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继送我走 是他孙今天晚上就要动手吗 掌柜大 你还是忘了大哥吧 程叔等候多时了 请吧 地图确认无误 虚实防护 城主在里面等你 起山参见城主 进来吧 小哥哥 白鹤在这儿等你好久了 你快来啊 快过来啊 城主 这是何一啊 这么漂亮的小哥哥 本城主喜欢得紧 想把你永远留在身边 既是如此 何必关我 漂亮的东西 如果不关到笼子里 说不准 哪天就逃跑了 何况 还是个漂亮的瓦克人 连发怒的样子 都这么好看 火为奇 还不是动手的时候 你是何时知道的 前些日子 我听到了有趣的事 你手里的那把琴 是瓦克族的东西 本城主 本来想让你敲打下陆怀双 没想到 却把我心心念念的人 给找出来了 别等了 你的人不会来了 很快 我就会让你跟族人团聚了 那就先谢过城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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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人已被勤获了 你们送去向城主禀报 是 等一下 城主处 有人看守吗 必须有人把守 十分安全 今天你非但杀不了我 这个门 你也别想出去 你是 二爷 掌柜的 快去支援你大哥吧 失火了 不是都布置好了吗 城主 大事不好 有贼人在府外放了火 还趁量劫走了那些瓦克人 一切废物 又见面了呀 白鹤城主 谁让你带他来的 你别怪二爷行不行啊 是我逼他的 想甩掉我 我才没有那么容易呢 大哥 要是没有二爷跟掌柜的 今儿我就交代了 你们今日挟持我闯地牢 今日谁都别想出去 哪儿那么多废话 走 走 救救我 救救我 你 你 你把活生生的人 当成赤箱的工具 好 章门二爷 你们带人先走 我和启山顿后 你们是跑不掉的 白鹤 让你的人赶紧走 不然你也别想活 把他们给我通通杀光 公子行吧 你放了圣主 我放你的人离开 若我不语 认听公子武功盖世 以他们的状况 能逃得掉吗 跑不掉 我们也不跑了 白后 是我换了月灵城的规矩 我甘愿受罚 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你把我留下 让他们走吧 你胡说什么 大哥 我留下 用我换 你要留留我 反正我的命也是族人救的 都住口 我倒觉得 木槐霜的体力不错 只不过 只留下你一个人 可不够啊 进去 你笑什么 白后 不是把我们当成玩物吗 还想着 让我们两个对立 不过就算是我们在这儿 也还能再气着他 能不让人开心吗 是我连累了你 你放在行李里面的 我都看到了 只不过 现在嘛 我就这一刻疼 你还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以后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有你这句话 就算是白鹤今天杀了我也没关系 我不会让你比我陷死的 你们俩倒是一对王命鸳鸯 都沦为君下囚了 还在这儿谈情呢 城主这就不懂了吧 所谓 友情 银水宝吗 启山还要多谢城主 善解仁义 给我二人 制造独处机会 伶牙俐齿 我倒要看看 你们俩能活多久 听说 瓦克人的异乡 要靠踢骨之刑才能消除 你为了杀我 真是费了不少力气呢 既然你忍得了踢骨 那不如 那我要是想拿你身上这层皮 你应该也认得住 城主请放心 属下熟练得很 白鹤 白鹤 你有什么冲着我来行不行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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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恨你 你为了个男人自甘堕落 我 枉费我对你的苦心栽培 漂亮的话还是城主你会说呀 你也不过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心 这世间的真情是什么 你根本就不懂 所以说到底 你 才是真正最可悲的人 可悲 本城主今天就让你看看 到底谁 才是真正可悲之人 这 这 这 对啊 怎么就怪自道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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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会在笼子里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 睁大眼睛好好看看 看看 你们的真情是否能救你们的命 大家都听着 他们就是刺杀城主的主谋 岳起山 包藏祸心 接近城主 意图刺杀 陆怀双被男人迷惑了心智 背叛城主 他人有违律法 死不足惜 眼下城主愿给他们其中一人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以此 警醒岳岭百姓恪守本范 这个岳起山 平日就衣着暴露 不知检点 定是他行为不轨勾引了陆老板 简直是罪大恶极 就是啊 岳岭女子为尊 男子本就无用 要说 要救 救救陆老板 你说得对 咱们救救陆老板 对 就是 咱们救救陆老板 对啊 过来过来 快过来 我们选救陆老板 对啊 你还真是好运气啊 你的心上人都能为你去死了 你们男人都能为你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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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们男人都能为你去死了 我们要受到尊重 你说什么 就是 我们就男人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位兄台说得对啊 为什么每次都说男人错 你们女人没错吗 给你脸的是吧 还要想 你到底是重要什么做啊 男人需要尊重 还有什么尊重啊 你是比你感养的是吧 对 我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你这就是你 你 你不要帮我帮你 就是要救人的 你是这样 对啊 你这还讲不讲理啊 欺负的就是你们这帮臭男人 姐妹们上 你上啊 对啊 你不是我的男人 姐妹们上啊 你打人了 你打人了 你说什么呢 你们的 你打什么呀 你打人了 你打人了 你赶紧点 你不要说啊 你瘦罚了你啊 出去 快点 出去 上回来 别让他们跑啊 走 走 站住 站住 快 快收 别哭 来那边啊 来 来 干颜色了啊 好嘞 从那边 好嘞 你认识 你们要干什么 公子恕罪 奴婢是迟阳城的侍女 刚刚只是在服侍公子上药和书洗 跟我在一起的女人呢 女人 没有女人啊 大哥 大哥呀 你可算是醒了 这脑子怎么回事啊 天孩子时候摔着啊 什么女人 没有女人啊 我知道了 你想大嫂了是不是 我大哥说的女人啊 月灵城的妻子 你们也知道 那月灵城的男人 个个都痴情 毕竟女子为尊嘛 想嫂子了是吧 无图嫂子在家呢 不在这儿 辛苦各位了 这儿没什么别的事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那个 身上疼不疼啊 你说说你昏迷这么久 担心死你了 没事吧 刚才晃不晃疼你啊 你可算是醒了 我都担心死了 蒋呢 脚疼不疼啊 无碍 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吧 是被赤阳的商队给救了 在赤阳男子为尊 你知道的呀 我得这样 扮成一个男人 行事能方便一点 对对 我们在这儿 兄弟 兄弟相承 你可千万记住了 赵梦和二爷呢 那天咱们被追杀 他们为了掩护我们 给冲丧了 不过我已经打听过了 现在城里面特别乱 到处都在抓人 我想着 他们肯定应该也是逃了 你别担心 先养好伤好不好 难为你了 不为难 醒了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 你晕的这段时间 我有多担心你啊 这人醒了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 那个 大哥 你说你昏迷这么长时间 你兄弟我担心坏了 你们兄弟二人 还真是情深意浓啊 我是不是还没来得及介绍呢 海英大哥 就是他救了我呢 那个 大哥 这个是我兄弟 岳起山 在下岳起山 谢过海英大哥 谢什么谢呀 伤刚好 不必这么客气 要谢呀 还得谢你陆兄弟 要不是他呀 你这半点小命 早就没了 我看这伤也无大碍 那就好好休息休息 陆兄弟 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谢谢大哥 大哥慢走啊 你想没事吧 没事 这到底是谁啊 都快点啊动作 快劈 没饭吃了 来来来来 两个大男人抬个桌子 和刀儿 三二七 让一让让练一让 加油 上 独起了 你能干吗 走啊 打住 手上用劲 使劲 不着急 fis guidelines 好 按胳 肯定 好 用劲 有劲 有劲 谁的 好 同意 大哥 别停啊 陆兄弟啊 来来来来 你跟你大哥感情还真好 赵武的事无巨细 像个小娘子 是话说的 我们感情向来很好 是是是 一向就是很好 是啊 陆兄弟 陆兄弟的兄弟 就是我的兄弟 我们这一阵 怎么样 不错吧 在这儿吃好喝好 把伤痒好 放心吧 还有啊 我说两句兄弟 男人受点伤算不了什么 多动动就好了 来 咱们一起练练 别别别 大哥 的确是我这个兄弟伤还没有完全好 而且这 对这个驿站 太好奇了 我带他四处逛逛 逛我好先 行 那你就逛逛 有事叫我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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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玩一把 来了 大哥玩得紧性啊 你就是这样跟他们混手的 这是做什么 他们会看见的 怕什么 我们是兄弟 感情比旁人好些 怎么啦 别闹 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商人 我早就知道啊 他是赤阳的少城主 而且啊 我还有别的发现 你想做什么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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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陈兄弟 咱俩喝一个 大哥 我这兄弟伤还没好呢 咱们兄弟喝呗 一样的一样的 干了 干 陆兄啊 要我说呀 你这大哥呀 气色看着不好 整天总是病娘娘 他这个年纪呀 吃什么补什么都没用 要我说呀 来个女人 一个女人 解决所有问题 大哥 你这就有所不知了 我这兄弟他是因为 从小到下病肝了 就是身心弱 大夫还特意叮嘱了呢 他 竟然意思 我倒是觉得 这个体意不错 你看 我们都是兄弟 男人最了解男人 你看 我这商对 这些个女人 个个都貌美如花 看上哪个了 我给你做主 偏心 大哥你这太偏心了 我今天商对多久了 怎么没说你这 貌美如花的姑娘 一个两个也让我挑一挑呀 她是你大哥嘛 她身体弱 你让她先挑嘛 原来是这样 身体弱是吧 那你说 咱俩这要是喜欢 同一个了多尴尬呀 是不是 我说 那就两个人比一比呗 就是啊 大哥 两个人比一比呗 你们两个比一比 谁赢了 他就跟谁走吧 咱们男人之间 都靠本事说话 比一比有何不可呀 对呀 这有啥不可呀 是啊 是 陆兄弟呀 别生气 我就是羡慕啊 你们兄弟这样的情感 我自罚一个 刚才啊 开个玩笑 这晚给你赔不是了 大哥 你这话说的 我赔一个 不过你就没个 兄弟姐妹什么的嘛 我要是能有一个 像你们这样关系的亲人啊 我就是做梦 都能消息 不过 来 我们大家一起喝一个 来 喝一个 来 看 看 来 看 再来一个 好像服务党 是 陆兄弟呀 我就羡慕你跟你大哥这关系 就羡慕你 一会儿到我那儿 咱 接着喝 行 大哥 你今儿真是喝多了 回去早点休息吧 行不行 没喝多 快快快 扶好我大哥啊 别摔着 我先回去 等你啊 好好休息 等你啊 你们 我来 找你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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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出一点自己的伤口行不行 小伤 随时可以带你走 原来你还想走呢 我看你在这个地方 呆得挺都不自数的呀 今日你心结识的小兄弟 摸了你三次 牵了你三次手 那那些赤羊的侍女 他们还不是给你 真茶又倒酒 你吃醋了 我 我 我没有 我就是 就是怕你觉得我不够温柔体贴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我以前在越岭的时候 我其实没这个感觉的 我只是觉得大家经商挣钱 都是各凭本事的 但是我在赤羊城 看到这些女人受了那么多苦 我信的不是赤羊 齐山 之前是我不好 唯一你是个男人 就忽略了你的感受 不必多虑 我从未怪过你 往后也都会陪着你的 放着 放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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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堂堂赤羊男儿竟然和一个女子 成兄道弟划拳喝酒 简直荒谬至极 你既已知道我是个女人 我和你摊牌了 又能如何 你的女人 你来管 她敢吗 这你也能忍下去 黑鹰兄弟你有所不知 可是 在月灵的时候 她总逼我为她弹琴赚钱 我也没办法 难道说你这一身伤 也是她打的 黑鹰兄这是 心疼了 我们月灵和你们赤羊可不一样 女人说了算的 我对她 我想打想骂 还不是看我心情 早就听闻你们月灵 成女子个个彪悍如虎 今日一见 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简直无法无天 你个赤羊的少城主 今儿怎么了 敢插手管我们月灵城的事了 你怎么知道 我是赤羊城的少城主 我陆槐霜行商多年 你到底是不是个商队 我看一眼就能知道 更何况他们腰间的佩刀 赤羊城主服里的东西吧 既然这样 给我拿下 废物 都本城主玩都不会 欺骗城主 臣找到了吗 河道已经找遍了 仍没有发现月起山 和陆怀霜的踪影 属下正在全城搜捕 那日闹事之人 只是 说 自那日城中动乱之后 百姓们怨声载道 皆对城规有所异议 还有不少男子集结在一起 罢工抗议 城中好多铺子都关了账 陆槐霜 你可真是我的可行 把那些闹事之人 给我抓起来 挂到城门上 过一日便杀一个 我看他们谁还敢造反 连你都不听我的话了吗 属下不敢 属下遵命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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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废物 没一件让我顺心的事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喂狗 城主 城主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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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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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主饶命 城主 城主饶命 城主饶命 城主 城主饶命 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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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我派人送信 说抓到了你想要的人 恐怕这辈子你都不愿意见我 你明白就好 人呢 你竟和他们联手害我 怎么会是害你呢 我们只不过是用了些非常手段 让你们兄妹团聚而已 既然这样 给我拿下 等等 你还要护着他到什么时候 好了 别闹了 海音大哥 我给你道歉了 我刚才说的话 不是故意想要冒犯你 也不是出自我真心的 我只是想让你感受一下 岳灵城的百姓这些年所受的苦 也想请你帮帮他们 岳灵城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妹妹呢 你妹妹你也不管了 这你也知道 你到底是谁 海音大哥 你不用这么担心 我呢 曾经在白鹤城主手底下办过事 就你腰间这块令牌 它有一幕一样的 况且我早年在赤阳行过伤 听大家说呀 这赤阳和月灵 原本它就是一家 只不过是因为城主和城主夫人 他们和离了 各带了一儿和一女 这才形成了如今 城归迥义的两座城 我原本以为大家那就是胡说 就是前段时间 我看你的商队 迟迟不肯进城 再加上 昨天晚上你不是还在那儿 敢开手足秦深吗 所以我就确定 这白鹤呀 肯定是你妹妹 白鹤对我恨之入虎 你跟我说这么多 月灵城的事情 我也无能为力 那我若是说 我有办法 让你和你的妹妹团聚 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母亲说得没错 男人果真都靠不住 妹妹呀 我们怎么能害你呢 我只想让你跟我回去 跟父亲再见上一面 我永远都不会见他 你要是真的这么小 那之前你听说 赤阳城主变了 你为什么要匆匆出城呢 之前你回来了 那父亲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 住口 从他把我和母亲 赶出赤阳那一颗气 他便不是我父亲了 世间男子皆走狗 都不配得到真心 所以你便没有权足 将我族中男子 视若玩物 能博得我一乐 是他们的父亲 妹妹呀 你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呀 当初那个天真善良的 你去哪儿了 天真 你可怎知道 生来既是女子 便处处敌人一等 你可曾经历过 被父亲抛弃 还是你曾亲眼看着至亲寒鹤而终 到死他丈夫都没能看他一眼 我看天真的人是你 别杀他 白鹤 你醒醒吧 如今月灵城的百姓都已经醒悟 只有你 向他们承认你的罪过 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啊 是啊 白鹤 和英雄说得对 你如果现在悔过的话 也许一切还有挽回的机会呢 陆怀说 怎么什么事你都要横插一脚 妹妹 回头吧 是我们对不起你和母亲 父亲这些年 一直对当初辜负母亲而感到懊悔 最近他常跟我说 夫妻本是一体 若一定非要分个高低 无异于自损 这个道理他当初年轻不懂 他不希望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呀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齿阳城不还是男人说了算吗 我已经跟父亲商量好了 只要你跟我回齿阳 从此月灵和齿阳重回一家 再无男女之分 白鹤 你不是厌恶你父亲那般对待女人吗 但是你现在的所作所为 你让整个月灵城的男人 都这样备受煎熬 你是错上加错呀 光潜 在这种生死关头 拼了性命救你的 不还是你吐恨的男人吗 撑住快死 起身 为什么 为什么保护我 现在你总该清楚 这世间的真情并不是单单靠男女性别 就能决定的吧 为什么 既然你们都说我错了 那我就一错到底 白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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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问自己 你不是 怎么仓 客人 然后 你的 连 了 你 我 给你 你 我 她 热鹉 咨 再来就会这样 大爷您慢用啊 好 上菜快点啊 好嘞 马上啊 客官您喝酒啊 谢谢啊 你们这儿声音真不错啊 招待不周 您慢用啊 好 小二 来壶茶 来了 来了 出门呢 张闷儿 看好了 张闷儿 你干吗呢 没看我忙的 不帮忙吗 我这正忙着呢 给姐姐们表演一个捏核桃 这些姐姐们都说了 就喜欢我这种恐无有力的 是吧 对 帮你了 再来 来 你看好了啊 好 来 五条 马上 马上 看一看了 真kor convince Nikki 可以帮家人 再来 如何 六吃 不是让你等我吗 怎么自己跑这儿来的 你有没有觉得 赤阳城和乐灵城核变之后 这街上的景象 看你吃点端啊 这还不是得益于 我这才智贵人的夫人啊 白鹤死后 是你劝赴黑鹰 接任城主 现如今两城百姓 生活在一起 民风开化 相互影响 这城里 确实热闹不少 爸爸 小心点啊 慢点吧 东西 慢点 都是当娘的人 还这么不小心 小心啊 说我呢 这还不是管你 这段时间 你比我吃了那么多 还有鱼汤 喝过没完 我觉得我腿都粗了 走路也费劲 那还不是你 想去西街看店啊 那 如今 你看 这城里一半的商铺 姓了吗 姓陆啊 我这个做老板的 不能偷懒 我看你啊 是舍不得钱 来来来 你 这是和孩子看娘说话的语气吗 微服错 这就带娘子回家了 走吧 嗯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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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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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